澄澄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心里明明有我 为什么要骗我 那天晚上你答应过我的 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不能说话不算说 那天晚上 我是看到你喝多了 太难过了 安慰你吧 那你要是安慰我的话 那这个算什么 你又为什么要吻我 我 到现在你还想否认 你到底为什么要逃离我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从来都没有 你干吗 你的眼泪还不够说明 你喜欢我吗 你有眼睛 对吗 你应该问什么都不算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许多昌 我话还没说了 你不能走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告诉我个理由 为什么 江南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许多昌不是说了吗 不想再见到你 还看着他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承知灵 承赵 承承 承赵 承赵 谢谢 不客气 请问张主任在哪屋啊 你往那边走 麻烦问一下 这个要去哪个客室看 那边尽头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姐姐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 姐姐没事了 姐姐就是不小心摔倒了 很快就好了 姐姐 你看 真可爱呀 爸爸带布丁去溜了 下次我们一起和布丁玩 好不好 好啊 你给他取名字叫布丁呀 真好听 妈妈以前不同意我养狗 但布丁可乖了 现在妈妈也喜欢他 妈妈呢 是想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你 怕没有时间照顾小狗狗 不是的 我以前没生病的时候 妈妈也不同意我养狗 她说小狗只能活十多年 小狗死了会很难过 不是不养 我觉得妈妈说得不对 晨晨姐姐 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呀 我听见我爸爸和隋医生说话了 他们说我只能再活十年了 你不要乱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我没听错 我活十年 爸爸妈妈也一样爱我 布丁活十年 我也一样爱他 为什么要管能活几年 我看节目里说 有的大树活了几百年 有的大树甚至活了一千年 真的那么久吗 有啊 确实有千年古树的 那树会不会觉得 活到一百岁的人 也活得很短呢 会吧 晨晨 粥我已经热好了 待会儿你舒服了呢 就吃一口 好 豆豆 我们要回去喝药了 哦 改天呢 再找晨晨姐姐玩 嗯 走了 再见 你好 你怎么可以打一口 我我找你 好 你俩 你不能liber 可以 你贡心 你不能在哪儿 我承招 能不能继续 太太当立 一开始会有肌肉乏力 或者抽搐的症状 你怎么搞的啊 天女散花 碎碎平安 擦一下 你在干嘛 这是什么 这个是保健仪 干嘛呢 这个东西呢 有助于我们弹钢琴的人呢 手指变得更灵活 徐多长 你想想年龄 就开始交织上睡 保安大哥 不信你们看 你刚刚那药 是怎么回事 我这种养生少女 随身带着药瓶 不是很正常吗 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都特别容易啊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你根本就不明白 错过了今天的演奏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般来说 从病发到完全卧床 大概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过程是逐渐的 你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 在生活当中一定得保护好它 要特别注意 不能让它摔倒 好 展芝林 你早就知道许多长的病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自己女朋友 你自己不会问她吗 她为什么会告诉我 那是因为她相信我 你懂吗 好 哥哥 你们干嘛呢 聊天 你干嘛呀江南 上次是你先说的 这次轮到我先说的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知道 你和多多的病是一样的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心理 程程 我喜欢 你喜欢我 这就够了 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别再逃开了 好吗 我不想拖累你 你太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多害怕吗 这些事情不应该你去承担 更不应该你去面对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承担 生病了不告诉我 喜欢我也不承认 不敢面对了就逃避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吗 我能怎么办呀 我每天看到你都很难受 可是你又不断地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你要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糊了别哭了 是我错了 是我太着急了 我不该怪你了 程程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未来 我们一起来面对 好吗 那你答应了 就不能反悔了 那你答应了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山间别墅的 我不都把我们的定位解绑了吗 神人自有妙算 你还说呢 手机呢 赶紧给我重新绑定 哦 好 好了 这还差不多 那你快说说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不是给于可欣发照片了吗 嗯 我根据照片里的背景推测出 应该是展芝林家的二楼卧室 之前是我跟她一起去买的笔纸 你跟展芝林以前 真好 我看得出来 你们都很在意对方 就是因为太在意了 所以她才会那么狠 她特别在意她妈妈的死 她说 你提前知道一些什么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不是的 没有误会 她看到的太片面了 事情 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展芝林是不是跟你说什么 没有 总之啊 我和她之间的问题是解不开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养好身体 状态不错啊 有人照顾就是不一样啊 隋医生你就别让我开玩笑了 那个我能出院了吗 你的检查报告我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今天就可以办理出院 但一定要记住 出去之后啊 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行了 不耽误你俩了 记得按时来复查 谢谢隋医生 好好照顾她 那我现在就办理出院手续 不然啊 余可卿知道了 你就得跑过来杀了我 在你眼里 可卿就这么凶吗 你那个闺蜜啊 震动力一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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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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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陪你锻炼 晚上给你按摩 还有保证 以后的复查 我一次都不会落下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跟我走 好香啊 这个是野菌鸡汤 我查了资料了 原来蘑菇也有药用价值 堪比人参哪 你再把刚刚的说一遍 为什么 我好几天没有发养生视频了 掉了不少粉呢 来 阳肚菌呢 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有机者 而茶树菇则具有清热立木的功效 滋补不油腻 好 先把汤喝了吧 有时候啊 我觉得这一切特别的不真实 我在 我一直都在 你尝一口 来 用玫瑰茶咖泡的拿铁 尝尝 好喝 你喜欢就好 那今天钱行那边要是没有课的话 要不要跟我去一趟制作舰 真的可以吗 我虽然呢给别人写过歌词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一首完整的音乐是怎么创作的 自己男朋友是开音乐工作室的 你还给别人写词 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跟我讲过 我呢都是在小号上面发的 没有想到还真的有人看 大概卖了三首歌吧 挣个三万多块了 那你之前跟我说分手 要还我那二十多万 就这样一点点攒的 嗯 小样 还挺能赚钱 来 让我关注一下你的小号 嗯 这个名字 怎么那么熟悉啊 这个名字我也很熟悉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用这个小号同样的名字 在酷狗概念版上建立过频道 对啊 我之前关注了好多频道 都是这个名字建的 上个月呢 酷狗概念版频道奖励计划 我还参加了呢 还拿了一笔奖金 你是不是也偷偷地用这个小号 建立了音乐频道呀 我也关注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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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看来你还是个小富婆啊 敬仰敬仰 那以后 还请你多多照顾了 才不要 不过话说回来程长 你这样兼职来回跑 会不会太累了 秦航的工作 要不要考虑停掉 那不行 好不容易学生那么喜欢我 他跟家长啊 点名让我教课 我可不能掉链子 坐好了 准备出发 天哪 原来录音棚是长这样的呀 我还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呢 我这 我真的一点都看不懂 要不你给我讲讲呗 其实一首歌的制作过程很简单的 一般都是先作曲 出代目 然后就是写歌词 编曲 那编曲后的最终风格呢 会根据一个特定的情况来决定 等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啊 就可以录音了 就在那里面 先录人声 再录乐器 然后紧接着就是 修音 混音 顾母带 最后就可以选一个日子 把歌发了 天哪 这还简单呀 你也太厉害了吧 程程 想不想体验一下 我们两个 一起录个可乐机车 我 你不是说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 那么以后我的每一首歌 都有一个你的版本 别害怕 我会陪着你的 嗯 来 不用紧张 不用那么紧张 来 站在这儿 我来调试一下 承仗 来跟我深呼吸放松一下 忽 河 再来一次 四 好点了吗 诚诚 你呢 听着歌曲的前奏 你就可以想象 这首歌 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枕边 还有可能会出现在 地铁里 教室里 咖啡馆里 最重要的 是这首歌 现在有了你的声音 是不是感觉 一下子就有那种喜悦感和成就感 那我们开始吧 哼 明亮的焦糖色 是夏天的季后 你的笑声像翻滚的气泡 冷归的亲眼 变成的味道 你的手敲开我 假装的高傲 这感觉不太妙 我的心 烟火蓬弱的燃烧 是不是你放了 喜欢做调料 每一天因为你变得 美妙 我喜欢可乐 即使的味道 想靠近你 不亏你 看出刚刚好 回忆偷偷在 可乐里发酵 我想要做你永远的依靠 就只挂在你 那般的嘴角 想这样也好陪着我们 到了 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啊 你都放了什么 我啊 放了卤猪蹄的汤 你才是猪蹄呢 这泡角的水里啊 我放了川椒 艾叶 红花 还有肉桂 我这里面呢 放了川椒 艾叶 红花 肉桂 你都记得呀 以后啊 我每天都陪你泡脚 可以疏金活血 江南 程程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 嗯 我们一起面对 许多川还真是江南的福将啊 那可不 不过老将能有现在啊 也少不了你帮忙 谢谢啊 客气 我来吧 你能行啊 能行 真看不出来 简单 包大人跟我姐 还能成朋友 啊 好 我先去拿东西 没事吧 没事 我姐竟然对你笑脸相应 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 你快教我几招呗 帮帮我和可欣 她俩什么情况啊 我 我和你姐那是特殊情况 另当别论 再说我之前教你的招 你也不用啊 我没法对可欣欲行故纵啊 可欣就像一块磁铁 我呢就像一个小铁钉 我往哪儿纵啊 纵不明白 那咱就投其所好呗 江南对你也太好了吧 你也有无条件对你好的人呀 今天晚上人这么齐 咱们要不要喝点 我去买酒 你别去了 家里楼下有酒 我去拿 好 不是 主要她爱吃什么 爱玩什么 我也都知道 谁问你这个了 我问你了解 可欣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你了解吗 她喜欢哭不爱 那你就哭啊 我不哭吗 我在美国很受欢迎的好吧 就是对可欣哭不起来 可能我又胖又怂的样子 太深入人心了吧 那就装作陌生人 让她抛掉之前对你的印象 重新认识你一次 重新认识你一次 让她抛掉之前对你的印象 怎么着办 正容 有没有小号 我还真有可亲 不知道的微博小号 我还真有可亲 那去用上啊 用 用 用上 用啊 用啊 用 用 沈姐啊 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那必须的 好不容易聚一次餐 不得吃点好的 可欣 程程呢 她去楼下拿酒了 程程 你别动 我来帮你拿 没事儿 我都已经拿完了 手怎么了 没事儿 刚才撑着了 好 偶像剧里女主花石摔进男主怀里的画面 居然生活中真的会上演啊 摔到一起但是没闻到 不行 这条得安静 免费狗粮 管够 行了 羡慕嫉妒恨啊 还吃不吃火锅了 吃 干杯 干杯 别腻歪了 赶紧盛子加点菜 还够不着 这酒怎么比平时还甜呢 是 我也这么觉得 拌点狗粮啊 我觉得更美味 你们俩赶紧结婚吧 我要当最美的伴娘 你也别当歌手了 你去拍偶像剧等 你们四个说什么呢 赶紧吃吧 程程 你得多吃点 这也太多了吧 我吃不定 不行 你现在 不许多不充点营养 手疼 给你贴贴贴 来 好嘞 我要吃 来 下次小心点啊 看什么啊 赶紧吃 没事 瑞哥 瑞哥 我微博小号可今有恢复了 低调 低调 用力 再用力一点 我已经很用力了 现在看来除了小腿之外 你左手的肌肉也在流失 其实这次你摔倒呢 也是因为你手臂肌肉 流失得太快了 所以导致你力量不足 这些错伤其实不要紧 过几天就好了 关键的是肌肉流失的问题 如果放任这种情况 继续发展的话 那接下来 很可能是鸡爪手的形态 鸡爪手 对 平常多按摩一下 情况应该可以演化 好的 谢谢孙医生 嗯 鸡爪手 我这手怎么能不让人发现 三号床的病人怎么又犯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快走快走快走 今天咱们既然平渊昭雪了 我们就应该聚在一起庆功 大家都是功不可没 我呢 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 也不会干什么 就会烧菜 所以今天烧了一桌子菜 敬大家 干杯 来来来 快起来 快走快走 来来来来 那个 我啊 敬一下江南跟小展 我们何家欢能够好起来 是 特别感谢二位 我 显甘为敬 你们俩喝好 吃好 啊 行行行行 谢谢阿姨 阿姨 阿姨 关于吃喝这块 我是不会客气的 千万别客气 谁呀 少喝 小展真是好孩子 去去去 真后悔啊 咱俩当初给 橙汁生个妹妹就好了 你看她呀 你 你这胡说啥呢 你 那个 我也要敬你们两位一个 谢谢你们帮了我们这么多 而且 现在看到你们和好如初啊 真好 佳南 你一定要好好对许多成 要不然 我在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她 我呢 大林 我知道 你一直都很喜欢成成 我也很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一直那么照顾她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你放心吧 你拿什么保证 你说什么呢 你干什么 我要去找你 我要去找你 你干什么 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 虽然这一刻很突然 但其实我也设想过很多次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挺好 简简单单的 大家也都在 那就趁大家都在 我郑重地宣布 我想跟澄澄结婚 门余 我还会像� 谁呢 恭喜你 坐 坐 坐 江南 江南 谢谢你哄我爸妈开心 谁说我只是为了哄他们开心啊 我可是为了我的一辈子 而且 你爸妈都已经同意了 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 也来不及了 江南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想得很清楚 而且 想了很多遍 可是 可是我会变成一个鸡爪手心娘 我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我会坐轮椅 渐渐地 连轮椅都坐不了 只能躺在床上 然后我会 动不了 这下我都清楚 我愿意 我想要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那现在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你这是怎么找到的 无论你扔了一百次 一千次 我都能把它找回来 就好像冥冥之中 我在这里 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你 许多诚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你手 一二送 总曾持续你的手 之间些也不再让你逃走 抬起头 望着你的眼眸 点点滴滴分享 心动哀愁 别害羞 陪你全部温柔 慢慢一周我会好 帮流 都来不及了 好看吧 丑死了 是吗 程程 我想要谢谢你 谢谢你 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支持我 谢谢你 在我颓废的时候 相信我 这就跟获奖改言似的 对啊 等到我哭唱制作人拿了冠军 我就这么说 你这是认真的吗 包大人不得念叨死你啊 还有 我姑姑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 她和我说 我妈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 基本可以自理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找个时间去乡下 把咱俩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 好吗 不好 媳妇 媳妇 好 可欠 我跟江南准备结婚了 太好了 恭喜你啊 橙子 可欠 这些都是我最近拍的照片 照片还是拍得不错的 照片还是拍得不错的 不愧是摄影师 好你个猪小胖 玩我是吧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你想要哪个 你挑的都喜欢 您帮我拿这个看一下 先生 先生 你眼光真好 这枚是我们电制剧的主打款 梁克兰 女士 你是带了多少号的戒指呀 我可以帮您试戴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买过无名纸的戒指 不用量了 七号 买单吧 好的 您稍等 你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放心 绝对不会错的 有天晚上 你睡着了 我偷偷进去量的 你怎么能给你 任何人给你 你怎么知道 我相信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请你帮你帮我 我靠你帮你帮我 在你帮我 你帮我 太好了 太好了 彩云 儿子 妈 你真的能认出我来了 彩云 这是我们给你买的 你最喜欢喝的茶叶 谢谢你啊 彩彩 彩彩 我虽然是喜欢你 但你直接叫我名字 不合适吧 对不起 对不起 阿姨 我叫习惯了 一时改不了口 也不用叫我阿姨 你可以直接叫我妈呀 沉寂多年 聚光出击 舞台上 她是带给观众 快点快来 快来 快来坐 快来坐 江南 江南参加这个 库上制作人的节目啊 我在老家是七七都看 特别棒 那当然了 是不是 是 绝症女友 温暖守护 生活中 她是对见动症女友 关怀备制的 深情江南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绝症啊 怎么说咱家成正得了绝症啊 是啊 你说为了收拾率 你也不能这么样嘛 一点不负责任 胡说八道嘛这 是 这 纯属的胡说八道啊 太过分了 关了她 媳妇 咱们要不给 成正打个电话 问问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忙糊涂了 成正今天不是跟江南 去见她妈了吗 这时候打电话合适吗 对对对 这么大个事 咱们别打扰人家 等等 等她回来 等她回来 咱问问清楚 没事 肯定没事 成正 这是真的吗 妈 其实成正的身体状况 我一直都清楚 正是因为这样 我更坚定地要和她结婚 我不想错过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阿姨 对不起 傻孩子 说什么傻话呢 我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的 相反 她 我比任何人都支持你们 我比任何人都支持你们 江南的父亲 刚刚查出来癌症的时候 也没有告诉我 但我自己发现 都已经是晚期了 然后呢 一心就去看了 她的你 我找到她 你去看了 再走一遍我的老路 这是我结婚时候的陪嫁 我一直都带着她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不管以后的日子有多苦 也不管日子有多长 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就会是幸福的 我现在就把视频撤下来 程程的病一会儿再说 你马上去告诉艾利克斯 我要退赛 退赛 老江 你先别激动 我现在已经联系节目组了 节目组说 马上就把视频撤下来 现在撤有什么用 程程费尽心思瞒到今天 就是怕大家担心 居然被这种小人利用 是 我现在已经动用了 所有的关系 把这件事情影响压到最低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退赛 她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 她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爆出程程的病 她让我参加节目 根本不是被程程说服的 而是因为她觉得程程的病 是这个节目的大卖点 这种卑鄙的人 我不会让她达到目的的 没错 我现在也特别特别生气 只不过现在退赛的话 之前努力全都白费了 而且节目组很有可能告我们违约 是他们违约在线 凭什么告我们 主要是艾利克斯那种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随便呢 让他们冲我来 总之伤害程程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妥协的 发公告声明退赛的事情 交给你们 他们要是告的话 我就去应诉 不用担心 专专 妈妈问你啊 那电视上那些说的 是不是都是假的 是 程程 你跟爸说句实话 你这个手 到底是不是摔倒了伤的呀 爸爸不相信电视里说的 你跟爸亲口说一下 程程 你说呀 孩子说呀 电视上说的是真的 我确实得了剑动症 不是 不是 什么是剑动症 什么 什么叫剑动症啊 不是你给爸弄蒙了 怎么就剑动症了 在哪儿看的 小江 这肯定是误诊吧 肯定是误诊了对吧 误诊了 误诊了 肯定是误诊了 咱们这样 咱们再去个别的医院 重新复查一下 没事 真没事 我已经在医院 接受治疗半年了 半 半 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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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半年了 怎么就半年了 你瞒 瞒 瞒着爸妈 你半年了 你有这个病啊 为什么就半年 这半年不跟爸妈说 我们当父母的怎么你了 为什么就不跟我们说 我们连个知情全都没有吗 为什么呢 爸 你别这样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啊 叔叔 阿姨 程程 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你先别说话好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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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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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咱们赶紧去医院 去医院呢 现在这个 现在的医疗水平特别高 这个病啊 能治好 肯定能治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把这个病给治好了 闺女不怕 咱们不怕 走 跟爸走 叔叔 跟爸走 叔叔 你冷静点 爸 走 叔叔 爸 爸走 叔叔 剑东正是治不好的 治不好了 半年了 我这个当爸的我都不知道 让我姑娘自己在那儿扛 我还能算什么好父亲 我失职 一点儿我都没帮着 我到底是什么 我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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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别这样 叔叔 我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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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失职 你别这样 叔叔 我这不是人 我失职我 你们俩都别哭了 你们这样 我心里更难受 那你 赶紧去收拾东西 搬回来 我带你们 我帮回来住 这突然就要离开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家里的房间 永远给你留着 你要是回家住久了 随时可以回来住几天 许多诚 可亲 许多诚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这种事情我还要看新闻 我才能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都快担心死了 可亲 对不起 事情一出来 所有的记者都来找我 我就只能把手机关机了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我刚知道自己得病的时候 我也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想把我自己最难看 最不看的样子留给你们 你是不是傻呀 这种事情你一个人怎么看得了 诚子 以后我就是你的手和腿 就算你不能走了 不能动了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就算是背 我也要背着你一起去逛街看电影 就像以前一样 好 可亲 要不我们一起送丞轮回家 你要搬回家住 我爸妈还不知道 我跟江南住在一起 他们觉得 我帮回家住 方便照顾 我也想多陪陪他们 刚 душ moments 妈不难过 妈觉得这是个好事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乖 睡吧 许多城得绝症了 那我还有最后一次希望 姐 虽然江南已经发了退赛声明 但她对许多城的病情 却没有半点反应 我估计啊 她早就有思想准备了 作为明星的女朋友 她不能在生活上和事业上 给她帮助就算了 现在还要连累她退赛 就算我们答应 你觉得粉丝会答应吗 那正好啊 我们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来让更多的粉丝知道这件事情 喂 娘店长 我的情况在网上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教学了 你不用上手 用嘴巴教就行 你这么喜欢钢琴 难道就放弃了吗 是啊 学生跟家长们都那么喜欢你 都想让你继续教他们弹琴 我知道学琴的路有多艰辛 所以我更不能耽误他们 他们早一点找到好的老师 弹出琉璃的曲子 这才是我想看到的 虽然当初我也不想 澄澄留在这儿 但还是感谢你们秦航 对她的照顾 不用客气 要不是你 我就错过许多城了 那我们走吧 嗯 你们都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儿上课啊 我在这儿的课时 还没有用掉呢 我今天刚辞职 不能再教你钢琴了 你找其他的老师吧 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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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见动症病人身份的曝光 对你是否有什么影响呢 还是说 二位是故意透露 给节目组的呢 以现在的条件来讲 见动症是无法被治愈的 你在生命最后的时候 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疯了吗 你什么记者 问一个病人这样的问题 对了 网友对你的病特别好奇 如果你的病好不了的话 是不是会拖累江南呢 剑动症的后期 肢体会不会变形啊 你觉得你和江南站在一起 还般配吗 我来回答你们 库上制作人的决赛 我不会参加 许多场也不会出席 剑动症的后续 身体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 它在我心中 都是最漂亮的 而且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与你们无关 虽说是件农症 但是病人只要配合治疗 生命是可以延续的 也有确诊的病人 继续生活了十几二十年 最后 哪怕以后许多城不在了 我们的回忆 也足够我慢慢回味的 我会带着这些回忆 一个人 好好生活下去 常常 不管新闻里说什么 都别往心里去 不如咱们就别办婚礼了 那怎么行 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我想要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 但是我觉得呀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婚礼再剩的 也都只是给宾客看的 我在乎的呀 是我们之间点滴的小日子 而且一半婚礼 肯定要宴请亲朋好友 我爸妈 刚刚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现实 心情刚平复 我不想 好 反正结婚是咱们两个的事情 就爱你希望的来 江南 其实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我也是 累了 明白 来 一 二 三 走喽 我喜欢你的眼眸 岁月都温柔 在你身后 红镜头 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 慢慢走 如果可以 撑索这个宇宙 看你在你头马耀 下一颗星球 我愿意为你守好 花样这时空 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灿烂星号 在左右 如果可以 你去 你会得陌生 既然爱你心中 在整个宇宙 在你身后 里写好 frequent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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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拿这个太危险了 给我吧 我就是想给你做个菜 你哭了 没有 被洋葱熏着 那就更得我来了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得到岳父真传的 将他 许多诚 你说你切什么不好 非得切洋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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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决定了 我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啥玩意儿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把这个房子卖了 换个新家 为什么呀 你不觉得 这个房子的装修 哪哪都不对吗 这个房子的装修 里里外外都是你亲自设计的 怎么突然就不对了 这个房子卖下来 跟你说是在这里 是不是半口的上 我现在都要这样 和他这间房子卖了 因为在这里 是我的房子卖给你 出来的离开 但是这个房子卖 就是自己的房子卖 由于姐夫卖 给你知道 你的房子卖 些是 Tucker 谢谢 那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哪儿啊 这里啊 是我们的新家 你为什么把它挂在这儿啊 这个曲谱 可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当然要挂在最醒目的里面 最后这次分离 你我都很努力 同情淡利 如此而已 是给彼此的默契 我们收拾几字句 用一个手来折据 哦 此时刺激 往事尘埃落地 可遗忘的本领 我总没办法寄 让你求紧 向你借悟我的手心 你却在昨天的回忆 十一万公里 凌晨已午夜的距离 哦 此时刺激 哦 此时刺激 分明不是刺激 我却深灵奇迹 目不战迹 哦 现在最痛的剧情 想你在思末的冬季 爱渐渐失去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这些还不够 还有这些 诚诚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哦 此时刺激 分明不是刺激 我却深灵奇迹 目不正经 哦 现在最痛的剧情 想你在碎末的冬季 爱渐渐失去 这是什么呀 你 你 我 橙子树 我也有橙子树了 准确地来说 它是橙子苗 小橙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小橙子苗 加油努力长大吧 你说咱们家院子这么大 你怎么不种在地里啊 我查了资料的 橙子苗呢 要先在盆里栽 等到它缓苗养根 稍微茁壮了之后 再移出来地栽 你还做了功课呢 那 那你会浇水吗 橙子苗我都给你栽好了 浇水有什么难的 我喜欢你 是这样吗 喜多愁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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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 我曾以为命运对我很残忍 直到遇见你 我才知道 极致的好运 和极致的坏运一样 被人撞见的概率 都像中头彩 而我 竟然中了双份 你的温柔 身材和星河 在左右 命运对我已经足够慈悲 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你 我一定会努力 在你身边久一点 再久一点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不能说话 也不能动 我想 我还可以对你微笑